老板新修了一栋房子,挖机要过来干几次,从最开始的挖机拆旧屋,然后挖场地,挖地基,老板的房子建得差不多了之后,门前的地平前面有个坎,比较高,又喊我过来挖了一个保坎基础,保坎挖好之后再过来回田,终于是到了最后一步。 今天老板的精神就是把整条日复的路降一降,挖的土就装车拖到前面,前面因为做保坎,气墙搞起来之后,前面插了很多的土。 再就是屋后面挖一个毛屎坑,前面的地平还要下降75公分,进门口的地方挖一个斜坡做台阶,整条路地平都要搞平整,搞完之后打上粉泥土。 这样挖几所有的工作就都基本完成了。 首先我们先大概把路面降一降。 挖的土我们先装车拖到前面去,因为前面的地平降下去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。 所以一次性挖到位那肯定是不可能的。 我们先降一层,装车了再说。 屋旁边这里打完粉泥土之后,肯定要比旁边的该盐要低,所以这里我们也降一降,降下去。 整条路降完一层之后,现在已经确定这条路该怎么修。 收到这里之后,我们转过来,把车拖的这些土给它平一下。 这里我们挖点C砖头,把旁边的墙复一复。 因为等一下路面再降,挖起来的全部是土。 老板怕填在外面,一下雨变成泥,容易把墙压垮。 挖好之后,我们继续去修路。 根据它本身的地形,这条路修下来,会有两个坡。 第一个坡就是在这里, 以前面最高点平路,到这里的最低点平屋檐后面, 两点相连挖成这样一个流水坡。 我们把下面产一产,旁边修一修,然后从全面收过来。 一产一产,我们往后面收。 你看,收下来就刚刚好。 继续往后面收平,收过去。 这里还有第二个坡,我们先不管。 我们要等到全面下降75公分。 挖平之后,我们再来挖这个坡。 这里扫一扫,我们去后面,给它把毛石挖了。 我们要从这狭小的空间里面开过去。 老板觉得这后面高了一点,要我收一收。 那我尽最大的力量给它弄一下。 因为前面实在是过不去呢,挖不到了。 所以我们就从这里收一收,往后面收过去。 收过来之后,在这里给它挖一个毛石开。 两边削一削,产一产,挖一挖。 你们看啊,这样就差不多了。 这么大一个坡,这拉死要拉多久。 退出来的时候,把路上稍微的扫一扫。 终于,只有最后的地平要修整了。 从老板放线的位置,直接就铲下去,铲下去75公分。 不确定有没有挖到75公分。 我们喊老板过来,量一量。 量好之后,好像刚刚好,我们继续挖过去。 里面挖好酥过来之后,我们先把这些大的土给它轮平。 整块厂地大概下去75公分。 搞得差不多了之后,我们再做最后的精细操作。 因为是打粉泥土,高个一两公分都不行。 所以我们要好一点,收一遍。 进门的地方,挖成一个坡,因为这里要做一个台阶。 多的土就往后面转。 继续往后面收,把这里收平。 这里面也是要挖下去75公分。 这两边我没看懂,不知道这里是要干个啥。 难道是这四周都有台阶。 这样吗? 前面打粉泥土的位置,终于是给它收平了。 最后再把这外面给它收平。 这外边可以填高一点,因为是填的疏土。 它以后还会下沉。 来来回回,掃来掃去,在前面也弄平了。 后面再掃一掃。 最后就是无情的仿佛碾压。 仿佛碾压后,这效果就非常的棒。 更加尽量的仿佛碾压。 前前后后来来回回都扫一扫 然后再给这条路来一个无情的碾压 这样挖鸡干的活就全部结束了 以后我这里也不会再来了 我们看一下空中效果 诶,就很棒 诶,就很棒